哎 脑袋怎么垂下去了 被主人信了委屈了是吧 你是不是不喜欢陌生人摸你啊 那我最后再摸一下就不摸了 别委屈了好不好 好了 不摸你了 你回去吧 黑球抬头看了一眼他 果然立刻跑起来回到东方警侧的身后躲着了 这狗真的好乖啊 可惜了 这狗狗哪里都好 就是偏偏有个他不想打交道的主人 黑球跟他媳妇上个月刚生了一窝子 要不要一只 江云烧非常非常非常心动 不要 真的不要啊 那我小狗仔胖嘟嘟的 肥滚滚的 跑起来一摇一晃 一个走不稳的就会摔到地上滚成一团球 我一回复啊 他们就追着我跑 摇我的跑脚 啃我的靴子 整天围着我嗷嗷嗷的 奶声奶气的叫 可招人喜欢了 他偷偷抬头看了一眼东方警侧的脸 努力告诉自己 不许心动 收了他的狗就得给他去做九姨娘 不要 哎呀 算了 光跟你说呀 你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可爱 我明儿报来给你看看 到时候啊 我就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排着队嗷嗷嗷的钻你家的狗洞 让你瞧瞧他们到底能有多招人喜欢 嘿嘿 哎呀 江姑娘 咱们说好了啊 小狗仔不咬人 你可不许读狗洞啊 江姑娘 我们明儿见 哇 奔跑起来简直太神奇了 好想要啊 哎呀 可惜了 这么好的狗狗 怎么偏偏就有那么不节省自号的主人呢 想要 撒谎 啊 没有的 不想要 你眼里的亮光都要让太阳黯然失色了 还说不想要 可是 黑球真的好乖啊 嗯 黑球是好 可是它主人不能招折 你若是收了人家的狗 以后你们带着一样的狗出门 说你跟它没关系 都没人信 嗯 我知道 所以我刚刚特别狠心 特别无情地拒绝了那么可爱的小狗仔三次 足足有三次呢